大家好,我是多伦多的销售团队主任,我的名字叫青,英文名字叫丽 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下一鸡两菜,糖醋白骨跟猪蛋羹 好,我们先来准备鸡蛋羹的蛋液的部分 我们先把秤叫出来,免疫第一个功能键,放称 我们按照一颗蛋90克的比例 所以我们今天三颗蛋要用到290克的水 稍微加入一点点点 盖上的堆盖和煮隔盖,关掉称得多了 我们下一个选择烧水锅 我们要里面的水烧到60度 好,我们看到温度达到60度的时候呢 这两边的灯会从绿色变为红色 但提示你锅锅钢的部分会有一点热 好,现在水已经烧到60度了 我们把准备好的三颗鸡蛋 你可以一颗一颗的敲进去 那我是全部都打在这个碗里了 好 盖上锅盖 好,我们回到主页面 设置15秒 速度4,不用调温度 音乐响起的时候呢 我们就等待它自动的解锁 打开锅盖 那我们的蛋液呢就打好了 把它倒出来 你会看到有一些泡泡啊 我们可以最后用勺子把它撇去 好,那我们现在呢 要准备做糖醋排骨 首先呢 我把糖醋排骨的这个小盘呢 放到了这个网栏里面 然后呢 再加上水 所以基本上是一整锅的水啊 但是你注意不要超过煮锅的max线 好 然后呢 我们盖上锅盖 好,我们来设置 5分钟 50度 速度 好 来看一下穿过水的 我们的这个排骨啊 出来了很多的血沫 那我们就把它放到水龙头底下 用温水把它冲干净 看一下我们洗锅的排骨 就是这么干净 而且呢 肉并没有完全的熟过 这样比较容易上色 而且呢 保存了我们肉里面的营养 好 我们现在来做糖醋排骨 我的排骨是存在我的食谱 个性专辑 我的中食体验课里面 这个folder里面 好 我们找到糖醋排骨 好 你可以点下下拉键 可以看到所有的食材 用料 还有它的做法 我们直接点击开始烹饪 先放入10克姜 刚刚好10克 好 下一步 放入500克的排骨 我看看我的排骨有多少克 504克 好 下一步 我们要放冰糖 50克 所以TM6的冰糖 它的秤呢 是每一克都会一翘的 好 如果你想吃少一点糖呢 你可以减一点 好 我们放了44克 点击下一步 50克的料酒 好 下一步 50克的醋 好 下一步 25克的生抽 25克的生抽 我们就一次把所有的酱料都放完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做的这个排骨呢 是没有加过油 也没有加过水的 好 5克的老抽 下一步 好 盖上锅盖 我们就可以解放双手 下一步 好 前面两步已经帮你预设好了 只需要把这个大圆牛扭到这个小勺子的转速 也是我们机器的最慢速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因为我们上面呢 还要做蒸鸡蛋糕的部分 所以我现在把这个凉杯盖拿走 把蒸锅放到这边 还记得我们的蛋液吗 我们准备蒸蛋的蛋液 我吃过了上面的浮沫 把它放到蒸锅里来 那我们实际上还有一层蒸锅 是这样平的蒸盘 你可以在上面蒸一点胡萝卜啊 或是秋葵呀 之类的蔬菜都可以 那我们今天呢 只是一个机器做两道菜 就是蛋羹跟排骨 好 这样盖上去我们就等一下 排骨做的时间要25分钟 但是我们的蛋的20分钟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就在20分钟的时候 把蛋拿下来就好了 好 我们还有5分钟的时间 先把上面的蛋拿下来 已经20分钟了 然后这个洞口呢 可以这样留着 不用带那个凉杯盖 因为这样可以让它收一下里面的纸水 好 我们今天蛋可能还是蒸的稍稍 就要有一点酒了 我们加一点点这个甜酱油 好 这一步完成之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让我盖上两杯盖 下一步 让我扭到速度2 那我就按这里 大约扭 一扭到速度2 就可以了 好 这步它是说在拌匀 那我们中式的说法 叫颠锅 这样呢 这样呢 我们的排骨就出锅了 可以看得到吗 我来倒出来看看 我们的排骨 也真的 就一起好了 就一起好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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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